容貝 本宫真的有身孕了 当然了 娘娘 您今儿 吻了千八百遍了 不用喝做胎药 就这么顺利地有了 您这是高兴坏了 本宫不是高兴坏了 本宫是不敢相信 您有了孩子 跟皇上也解开了心结 那就好了 您怀的是嫡出的孩子 皇上高兴去封仙殿 寄口列宗列宗了 本宫和皇上的心结 倒是结了 只是皇上这阵子 担心变老的心结 不知能不能过得去 谁能不介怀生老病痛啊 皇上今儿不是已经答应娘娘 不再喝鹿雪酒好生调养 直到细讯后高兴成内犯母鸭 皇上一定会珍重龙体 振作精神的 但愿皇上能明白 年岁渐长身体渐弱 也是在所难免的 和秦殿剑所言的父子相克 又有何干系呢 皇上会明白的 娘娘 您这胎来得不易 王后得更加珍重身子 别再想那些了 早些安置对龙带有益 睡了 皇帝可叛嫡子 皇后遇袭 这真是天大的喜事 也是大清的福泽 皇后这把年纪怀了头胎 万万得要仔细呀 皇娘无需操心 宫里上下都会仔细照顾好 皇后这一胎 皇帝重视皇嗣 哀家关心皇后也是应该的 只是下回不要再闹出 前日永寿宫那办事了 儿子知错了 劳皇娘费心 皇家以子嗣为重 伺候你的人 还是要沉稳些得好 如今 皇后和家贵妃遇喜 纯贵妃和婉平的年纪 也不算小了 淑妃产后不调 于妃又久不逝寝 令妃和庆贫都受责 这偌大的后宫 竟然没几个 可以伺候皇帝的人了 这历年来 各王府都有挑人进来 各部也有进些女子 可儿子一直料在圆明园 没予理会 这些女子动机多半不纯 没准还招个眼线辱宫 是啊 谁愿意各个眼线在身边呢 皇帝登基后 不曾选秀过 如今后宫人这么少 天底下 最顶尖的姑娘 都该到紫禁城来不是吗 儿子原本不想大费周章 可如今 想着是该选秀了 皇娘无需操心 这些事情 户部还有内务府的人会操办 皇娘安心几事 若无事的话 儿子先行告退 恭送皇上 皇上 福家 你瞧瞧 这皇帝和哀家都疏远到什么份儿啊 皇上疑心重 与其如此 太后倒不如丢开了手 一样天年为好 皇上疑心重 到底是多年的母子情分 不想竟成这样 这天子心性皆如此 谁又能奈何呀 李渔啊 在 选秀之事 交与内务府和户部 拳拳操办 不许任何人插手 选中的秀女 家世来历 都必须要分明 既要选秀 朕就得 好好选几个合适的人选 喳 下去吧 是 这每个人怀象真是不一样 淑妃娘娘玉玺吐得厉害 家贵妃娘娘玉玺精神异异 您倒不吐就是晕血 可吃不下东西不行啊 为了腹中的龙胎 您多少也得吃一点 太后来看本宫的时候 说她怀着两位长公主的时候 就精神不好 叫本宫多多敬仰 可是 皇后娘娘 余妃娘娘和淑妃娘娘来了 快请 正 姐姐 快让我瞧瞧啊 这时候哪能摸得出来啊 都还没显怀呢 幸好啊 姐姐在永寿宫无事 否则要是伤到腹中的孩子可怎么好 是啊 好 坐吧 坐吧 姐姐 您这是太在意皇上 还有夫妻这二字了 才会生了永寿宫宫的事 好在你身体没事 该罚的人也都罚了 不说这事了 叶欣 快把东西拿上来 是 做了这么多啊 做得真精致 自从开始伺候皇上 我就替姐姐攒下了这些 一年只攒一箭 用最好的料子来缝 总想着 这么坐着坐着 不知道哪一年 姐姐就能有喜了 海岚啊 真的多谢你有这样的心意 容佩 把它好好收着 是 现在就希望啊 姐姐能平平安安地生下个皇子 也好给五阿哥和十阿哥做个伴 妹妹 这是惦记起十阿哥了 贤亲王夫妻都是细心的人 我听说 十阿哥已经逐渐好转了 妹妹也别太担心了 我知道 一欢 吃个橘子吧 谢谢姐姐 你要吃什么 苹果吗 姐姐你怀着呢 还是你吃吧 我吃不下东西啊 好 伯仙 你说来 朕的身体全让无恙 皇上身体强健 无需再请自补之物 那前些日子 朕的精神不济 老虎都有打断的时候 何况是血肉之躯 皇上的身体需要慢慢调养 只是有些人心急 拿来大热之物 给皇上进补 职位的是一时至小 以微臣看 皇上只要静养几日便能好转 难怪皇后要替朕生气 人人都是花端紧簇的热闹 唯有皇后是让人清醒的冰雪 微臣还有一事禀报 你说 微臣去贤秦王府 见附近照料十二个仔细 十二个现在身体好了不说 脸色也好看了 人也强健了 那就好 那就好 这朕与十二个都无事 朕就放心了 江云斌 在 你得空多去给十二个写卖 务必让这孩子赶紧好起来 是